HELLO 大家好 我是谭良威光耳机的长工 最近尤其是这近半年来 有一种问题真的特别多 还蛮多网友来问我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他去配了眼镜 然后他去配了眼镜厂的艳光师 有帮他下所谓的临近处方 跟他讲他有什么四轴偏离的问题 结果他说他那副眼镜他戴了 他就觉得很奇怪很不舒服 然后他的艳光师刚想说 像这种有临近的眼镜 都要适应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不止一个 我一开始想说不以为意 就是说 因为说真的 我们不评论说 这个是不是临近处方的问题 因为一副眼镜戴的有问题 他有可能的原因其实蛮多的 可以度数码 再来呢 镜框的调整 比如眼味的部分 其实问题其实蛮多的 有可能产生让你这副眼镜 戴了不舒服的原因 其实有很多 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这个眼镜其实他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旧眼镜 跟这副眼镜有一些 资料上的一些出入 譬如说我们很常遇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这个客人他原本的眼镜是歪的 通常最最常见的是 框面 这种框面 它是歪斜的 可是呢 这样子的情况他又戴了很久 那你突然让他改回正的 戴起来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一副眼镜戴了 会不舒服 会觉得很奇怪 会需要真的去适应 原因其实蛮多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不讨论 因为毕竟我们并没有看到 这些询问问题的网友他们的眼镜 跟他们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 他是不是因为临近而产生的问题 这个我们要先厘清这一点 但是 我今天这个影片我只是想要讲 因为一般我们正常来说 如果你的临近量不是那种特别大的 就是说 你的那种 你不是那种眼睛真的有身体上的 很明显的问题 只是有一些 鞋位 有我们需要对齐临近量的一些 临近上的处方的一个加入 我们临床上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 给大家做分享 你可以稍微去 比较跟你自己的情况是不是一样 还有一般 讲到临近好像很 是不是一个很高声很玄妙的一个东西 其实临近他 他就是一个处方 只不过 他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其实我们讲处方就是说 譬如说你有近视 你有眼视 你有闪光 然后譬如说你有临近上的需求 他就是一个处方而已 只不过 临近他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他还要考虑 他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 因为这个是一个双眼视的一个问题 还要考虑到你的调节 调节又跟你的年纪会有关系 还有你的需求 所以 临近他会比较复杂 其实是在这一点 不然其实我们讲 讲简单一点 他就是一个处方 他不是说什么 多 多神奇的一个东西 不是说 加入临近就可以 这副眼镇带来 就可以飞天遁地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 一般来讲 这个临近处方 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 双眼视的一个 一个检测之后 我们可以去判定说 你有需不需要临近的这个处方 那当然这个判读有美视的 或者是德视的 这个 我相信只要操作的正确 都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处方 那 我们也要聊天说 一般你戴上临近的 有临近处方的眼镜 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 以我的经验 我们在 临床上 我们在帮客人 验完光 在做测试 在让客人试戴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 有两个特点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 譬如说 我们帮客人 做了一个完整的 验光 双眼视出来之后 我们要判断出 它度数量出来了 因为我们要做双眼视之前 一定是 把你的度数确实量出来 而且是 完全矫正的一个情况之下 完全量出来之后 在做上双眼视 我们判读出 这个客人他有临近上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 通常我们会怎么样去做操作 我们会在试镜架上 当然完整的度数先插上去 就是说 我们暂时先 不会加临近的度数上去 除非是说 这个客人他是很严重的 已经到会有复试 就是说 他如果不加临近 他看东西一个会变两个了 一般正常来说 如果你不加临近 你看东西 都还是 还算正常的情况之下 一般来讲 我们第一时间 我们先不会把临近加上去 我们会 让他戴上去 我们会先去 去让他试带 就是说 OK 这个是你完全矫正度数 我们看东西的一个样子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开 譬如说 他的最佳视标 譬如说 他这个 完全矫正之后 他的视率只是1.0 或者1.2 甚至有个比较差点 可能0.9 让他看 最清楚的视标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他是只有单眼 需要临近的处方 我们会讲 这个 这个是临近的试片 我们会直接 把角度摆好之后 这个视镇价 客人带着之后 看这个视标 是可以看清楚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直接 放上去 去让他比较那个差别 放上去 这个时候如果说 他 一个真的有需要临近处方的客人 他通常 第一个 是最明显的 他会直接跟你讲 这个视标 变清楚了 他会觉得 看东西的视力 会变清楚 但是 这个变清楚 不是说 本来0.9 跳到1.2 跳到1.0 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说 譬如说本来 你这个0.9的视标 你都是可以分辨的 但是你会发现 加上临近之后 那个 那个 视标的明确度 还有清晰度 会更明显 是清晰度大概 1.0 看你的键 变成1.0是清晰的 大概是这样子 不会说1.0到1.2 没有那么夸张 会有这样子 这个 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个通常 客人上去第一时间的反应 是会马上 反应出来 再来 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这样子 放上去大概过一两秒 他会 大部分 这个可能比例上就不是那么的 就大概七八成的 会觉得 双眼看东西 会感觉眼睛变轻松了 那 因为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 我自己的眼睛也是有轻微零近 我大概 1.5个零近度而已 那所以 我这个我自己有测试过 变清楚这个是很明显的 然后再来 眼睛变轻松 这个我们大概有七到八成的客人 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如果说 你有 如果说它是双眼都需要零近 那我们就会借用这个道具 把这边摆好 它的临近度看是Base in Base out 垂直还是水平 两边摆好之后 然后 这边它的瞳孔距离调整好 我们会这个样子 然后直接 这样子摆上去 像这样子 就直接 合上去 去让它比较 有没有临近 有临近的差别 所以 一般来说 如果说这个客人 他是真的有需要临近厨房的 当然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这个需要一个完整的检查 一个完整的双眼式的检查流程 判定这个客人是真的有需要 通常我们加上临近之后 客人的这个感觉是很明显 而且 其实 如果说一般 三个临近度以内 我们是还没有遇过客人说 有需要去特别适应的 所以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临床上 其实 如果说真的有临近需求的客人 有没有 我 那个客人 其实一般 在带 几乎是不太需要有适应这个问题 如果说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经验 就是说 他如果他的临近度是没有很高 一般 基本上 三个临近度以下的 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通常 比较会有问题有什么呢 就是他可能 已经有富士的问题 在看东西 可能会 一个东西会变成两个 或者是什么呢 比较最常容易出问题 就是说 他是因为外力造成的 一个临近的需求 可能譬如说他 我们曾经遇过一个客人 他是出车货 那出车货完 他的看东西 他复原了之后 看东西变成有双影 那以临近去做一个调整 他刚 他就说 大概适应了几天 就会比较好 所以这是 这只是说 我们今天这部影片不是要讲说 到底临近这个处方是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需要 到底那些问我的那些网友 他们是对还是错 因为 我不能判断 因为我没有看到东西 也没有实际 帮他们做过检查 我只是说 以我目前店里面 我们有需要 有临近需求的客人 我们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大概是今天这一集 影片的一个内脑 谢谢各位